怎么了 戳到你心里的伤了 徐希之愣愣地看着他 忽然笑着流出了眼泪 我就知道 楚瑜 我就知道 你喜欢上了他 要不然为什么你发现孩子是中毒死的 第一个怀疑到了我的头上 我就知道 你是在意他的 你怎么可以在意他 你怎么可以 你忘了我们的山盟海誓 忘了我们承诺过彼此要白头偕老的 你背叛我 所以我要报复 我怎么能看着你们那么幸福 而我却陷入沼泽呢 所以楚离已出生就是残废 所以我故意勾引你和你旧情复燃 你知道昨晚是怎么死的吗 楚王也浑身一震 还有你的原因 王儿去世的那一天 是大夫说了 离儿治不活了 所以他只以为他是受了刺激 没错 是我 哈哈哈哈 你难道忘记了 昨晚死之前 我们在楚王府里发生的一切了 你忘了我们两个是怎么在床上缠绵不休了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 我设计让昨晚全都看到了 他根本就是受不了你背叛他的打击 再加上楚离的身体 所以才双重打击之下死掉的 楚王也瞪大了眼睛 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你 我怎么样 我难道做错了 本来就是他抢走了我的幸福 本来就是他的错 你还想怨我 当初我们在床上翻滚的时候 你怎么就没想到他 嗯 你口口声声地爱我却娶了昨晚 你口口声声地爱昨晚却和我偷情 你被称为大洲的战神 却为了一己私利 试图控制一切 我让你谋反 你又顾忌着名声 什么都不敢做 你口口声声 效忠先皇 却和先皇的皇后纠缠在一起 楚瑜 你说 你让我怎么能不恨你 他就是这样 明明做了坏事 却不肯背负坏名声 做了婊子 还要立贞洁牌坏 楚瑜 我坏 最起码我可以光明正大的坏 而你 却连承担坏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 你根本就连我都不如 楚王爷握紧了拳头 却无法反驳 没错 他就是这样的人 想做坏事的时候 顾忌着名声 想要名利双收 这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明明间接害死了婉儿 害死了两个儿子 还想让楚瑜理解他 楚王爷 颓然地坐在太师椅上 他苦笑 你说得对 是我对不起你在先 他不是完全没有察觉的 可等他察觉到的时候 就已经太晚了 那时候 西枝都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他不让他生 因为那时候先皇还在人世 万一发现了端倪 他们都活不成 可是他却不顾一切地生下了安宁 说来说去 所有悲剧的源头都来自于他 你过一会儿 把安宁接过来吧 他柔柔额头疲惫地道 让楚瑜取他 我肯定是劝不了的 但是楚王府毕竟是我的地方 安宁只要瞧见李叶 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你把他送来吧 你放心 我会好好的对待他 不会让他在府里受委屈 就当作是补偿对他的亏欠 徐西枝达到目的 却没有走 敏挤了唇 楚瑜 西枝 是我对不起你 楚瑜转过身 目光哀伤地看着他 你怎么样惩罚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楚梨 他是左相府和我们楚家 唯一的血脉 唯一的血脉了 以后不要再让我接到 关于你陷害他的消息 否则 徐家我再也不会薄了 徐西枝面色一脸 随即讥讽地看着他 哼 楚瑜 你果然还是最自私的人 这么多年来 他知道楚梨 是楚王府最后一个子嗣 所以除了最开始的时候下了手 其他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动过手 要不然当初楚梨年幼 他要想动手 可以说机会太多了 可他一直没有 他不想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竟然还来这里警告他 哼 他徐西枝果然是眼睛瞎了 当年才会爱上他 他握紧了拳头 擦干了眼泪 好 你记住自己的承诺 我等会儿就把安宁给送回来 徐西枝没有再停留 也没有再做任何的回忆 因为他发现 男人心硬起来的时候 根本谁都暖不热 他带着杜嬷嬷等人离开楚王府 楚瑜也没有出门去送 出了楚王府的大门 徐西枝又变成了威严冷丽的太后 仿佛方才的眼泪脆弱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他刚刚坐上了轿子 离开了楚王府 就有一个身影 从一棵大树后闪身出来 汪行远眯着眼睛 瞧着徐西枝一行人远去的身影 唇角勾出冷丽的笑容 竟然骗他说去张福 徐西枝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苏木槿和楚梨一顿午膳 用得十分不顺当 苏木槿吐得几乎酸水都出来了 后来换了午膳 没有腥味了 可还是不行 他这会儿是闻到味道就受不了 闻到味道就要吐得昏天暗地 怎么办 楚梨急得满头的汗 他这辈子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揪心过 他轻轻环抱住苏木槿的腰身 瞧着他吐得苍白的 几乎透明的脸色 不停地给他拍背安抚 金儿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 我让人给你准备 别跟我提吃的 他一提起食物的味道 就更像吐了 浮在楚梨的膝头 苏木槿有气无力地倒 他从来都没有跟现在似的 这么痛苦过 不禁府上小妇 这孩子是得多么地折腾人呢 不吃东西怎么行 楚梨虽然不懂怀孕 可人不吃东西肯定是不行的 更何况他肚子里还有一个呢 我让厨房给你弄来一点清淡的好不好 你稍微吃一点 他垂头温柔地询问 苏木槿犹豫了一下 好吧 他知道 楚梨也是为了他好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没有 如果可以 他真想什么都不吃 躺在床上睡一觉 什么都不管 楚梨听到他的同意 松了一口气 吩咐莫言 去厨房里让厨娘弄一点清淡点的东西 不要带味道的那种 鱼虾都不要 刺激性的食物也不要 属下这就去 等等 莫言身子猛的一顿 世子爷还有什么事 让楚管家去外面 请个大夫回来 哦 这就去 很快 莫言就回来了 带着一个托盘 身后跟着的还有柳嬷嬷 柳嬷嬷方才已经端过来膳食了 瞧见莫言又端来了 心里知道不对劲 就赶紧进来看看 他刚进屋 就瞧见自家的姑娘 扶在世子爷的双腿上 神情艳艳的 脸色也不太好看 而世子爷就拍着他的背脊 虽然戴着面具 神色也十分温柔 进屋的时候 开门风有些大 楚梨赶紧吩咐 把门关上 柳嬷嬷顺手关住了房门 从莫言手中 结果托盘放在桌子上 担忧地看着苏莫锦 姑娘 你这是怎么了 方才的饭菜不合胃口吗 方才的饭菜里有鱼汤 她记得姑娘最喜欢吃鱼呀 柳嬷嬷 简而她有孕了 楚梨青泰一声 她现在闻不得腥味 方才的饭菜还没有吃 她闻到味道就受不了了 把早上吃的东西 全都吐了出来 有孕了 柳嬷嬷惊喜地瞪大了眼睛 好事啊 天大的好事啊 她最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可是也不好和姑娘说得太明白了 先前瞧见姑娘老老实实地和世子爷圆房 她就觉得挺欣慰的 所以也没有暗示姑娘什么 没想到姑娘刚嫁进来才一个多月 竟然就怀了身孕 真是大好事啊 柳嬷嬷高兴得眼睛都要眯起来了 可听到世子爷方才说姑娘孕吐 她当时又紧张了起来 蹲在苏木姐的身边 瞧着她苍白的脸色有些心疼 姑娘 你告诉嬷嬷 哪里难受 哪里都难受 她的声音闷闷的 怎么才一个多月就开始孕吐了 柳嬷嬷伺候过逝去的夫人 担忧地道 这可怎么办 当初夫人怀姑娘的时候 从两个多月开始吐的 一直吐到了六个月 那时候除了肚子圆滚滚的 身上一点肉都没有 处理一惊 竟然会吐这么久 这个情况也许不一样的 当初夫人怀大姑娘的时候 吐了快四个月 怀二姑娘的时候 就只吐了两个月 老奴也说不好 心里一揪 锦儿本来就瘦 吃不下东西 如果真的几个月下来 恐怕要瘦成竹竿了 楚黎瞧着柳嬷嬷当即反应了过来 先前没有第一个告诉柳嬷嬷 就是想着柳嬷嬷嬷也没有生过孩子 肯定不知道怀孕的女子什么情况 可她怎么忘了 虽然柳嬷嬷没有怀过孩子 可是柳嬷嬷照顾过生了三胎的岳母啊 她抱起苏嬷嬷嬷嬷嬷地看着柳嬷嬷嬷 那嬷嬷嬷可知道当年岳母吐得那样厉害 是怎么撑过来的 夫人那时候是没法子啊 就是心里难受也得吃 吃完了就吐 可为了能让孩子吸收到养分 吐完了就继续吃 瞧着就觉得揪心 柳嬷嬷掀开托盘上的盐盖子 这一次厨房里弄了一碗玉米粥来 柳嬷嬷一瞧见这粥就皱紧了眉头 这粥不能喝 嗯 为什么 孕妇最需要禁忌的食物之一就是玉米 以前夫人怀胎的时候 大夫千叮咛万嘱咐 一米一定不能吃 说是这个吃多了会小产的 楚黎面色一领 莫言 怎么回事 她还没有把锦儿怀孕的事情公布出去 厨房里的人怎么会做这个来 莫言脸色一窘 挠了挠头 方才属下跟厨娘说 世子妃胃口不好 所以厨娘就给做了一碗粥 应该只是巧合 世子妃怀胎的事情还没有传出院子呢 现在楚王府里知道世子妃怀孕的 也就他们这个屋子里的四个人而已 楚黎也沉默了下去 锦儿怀胎的事情 她才知道的不过一刻钟 应该还没有传到别人的口中 她点点头 把粥拿出去倒了 说着又转头询问柳嬷嬷 嬷嬷可知道 还有什么食物是需要禁忌的 有 老奴知道的就有几样 螃蟹 山楂 一米 和马齿馅 时间太久远了 她有些记不住了 她回忆道 对了 还不能喝浓茶 最好是喝白开水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摄香 没有怀态的女子 长期熏摄香 就能导致不孕 若是怀了胎的女子 不慎吃了摄香 一定会小产 高门大院里 好多当家主母 为了不让小雀生下孩子 都会用摄香 因为摄香能让怀了孕的女子 直接小产 小产有可能引发大出血 这样的话 就是一尸两命 她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她又想了一下 摇摇头 别的 老奴就不太清楚了 嗯 楚里点头 柳嬷嬷把托盘里的食物拿出来 是极为清淡的小炒 真的很清淡 清炒的菜心 几乎闻不到油味 锦儿起来吃一点 好不好 嗯 她其实也很饿 可是就是吃不下去 还好这饭菜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味道 楚里把筷子送到她手里 颇为紧张地看着她 苏木槿从楚里的膝盖上 起了身 坐在凳子上 夹起一根菜心 放在嘴里 菜没有放辣椒 也没有放太多的调料 可是那味道 接触到舌头上 她还是一阵阵的不适 咬咬牙 她勉强咽下去 嗯 那菜心还没有咽下去 她就又吐了出来 弯着身子 干呕不止 几乎要把胆汁给吐出来 锦儿 楚里觉得 瞧着她这样呕吐 几乎比拿刀捅她的心窝子还疼 她吩咐默言 撤下去 赶紧撤下去 把苏木槿揽在怀里 拿一杯白开水递给她 竖竖口 就感觉不到味道了 她脸色惨白地 接过她手里的茶杯 竖口后 又喝了两口 才压下胃里的不适 软软地椅在她的怀里 这么一会儿 折腾得她难受得要死 再也不想动她了 这可怎么办才好 柳嬷嬷也第一次 瞧见苏木槿竟然吐成这样 她以前照顾夫人的时候 也没瞧见夫人吐成这样啊 锦儿 你还好吗 她疲惫得点点头 不想说话 说话间 储物管家已经带着大夫 敲了房门 世子爷 可以进来吗 进来 储物管家推开房门 一眼就瞧见 软在储黎怀里的世子妃 她愣了愣 是世子妃身子不舒服 嗯 储黎点点头 让大夫过来 世子妃怀孕了 可孕兔太厉害了 怎么才能让她吃下东西 世子妃怀孕了 储物管家文言顿时一喜 大夫听到储黎的话 却是一愣 走上前来 给苏木槿把脉 半嗓放下手指 低声道 女子怀孕的时候 大多都会孕兔 这是正常的事情 瞧见储黎阴致的眼神 大夫忙又道 孕兔不能开药 孕妇尽量还是少吃点药 是要三分毒 能少吃就少吃 不过世子妃身子底子不太好 要好好调整一下心态 保持愉悦的心情 胎儿才能健康成长 那她吐的不能吃饭怎么办 这个运吐的都是有一定时间的 大多都是吐一两个月就会好起来 最严重的也有吐到第六个月的 一般的情况下 过了六个月就不会再吐了 储黎脸色发黑 说了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我也可以 做的 我会有什么过来 我会有什么过来 précце 谢谢观看